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忧待着 这句句都是真话了 爱欲 直 情爱与贪欲 一般人讲情质 对于这个情爱的执着 非常严重 这四个字 情爱贪欲 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 所以古人说 爱不重 不度娑婆 娑婆就是六道轮回 你怎么会到六道轮回来 就是爱贪 太重 这还有一句话 是念不一 不生净土 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要一心 要专注 不可以有妄念 不可以有杂念 一心专注 他决定生净土 爱不重 不生苏婆 不度 这个不重 不度苏婆 那就是 爱 我们一定把它淡化 情质要淡化 学佛 要转 爱云 为法云 亲爱的人 变成我们 同餐 道友 变成同学 这样子好啊 我们在一起共修 目的地 是同身基罗库 亲近阿弥陀佛 这就完全正确了 在这个世间 互相照顾 互相勉励 要不断提升自己境界 决定要避免 要避免堕落 啊 世间东西 应该放下 啊 生活所需 一切随缘 有很好 没有也好 不要计较 不要放在心上 啊 不要留念这个世界 啊 信心 向往基罗世界 两个世界的比较 佛在这部经里头 介绍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世人 具体 沉溺于 爱欲之中啊 这个话说的不过分啊 于是 诗词深彼 流转无穷 我们从一些诗语 有一些放生的出身 细心去观察 啊 诗语放生的出身 多半都是 诗语的这些 修行人 他的爱欲没断了 啊 临终的时候 读到出身头 前世 毕竟还有一点点佛功夫 有这点佛语 啊 这个出身 被司月出家人受养了 如果灵性高的 跟着出家人在一起休息 像地形法师所说的 他在年轻时 住在一个小庙 偷偷死 庙里头有一只公鸡 应该是个修行人 每天早晨起来报销 教醒大家上草库 那个时候寺庙没有中 没有失中 完全靠计较 他来担任这工作 大众念佛的时候 这公鸡跟在后头 跟着大家一起绕佛念佛 有一天他说明中了 他在大殿站在当中 眼睛看着佛 叫了三声死了 站着死的 地形老法师把他处理的时候 当做出家人一样 不得和我 他修得不错了 他来教了三声 也许就是他念阿弥陀佛了 他有灵性 古迹里头 古迹里头 记这些事情 记得很多 真的不是假的 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 我们用爱心来对待 可以跟这些出生 过头 这最近十几年 我们这个事情做了很多 感应不可思议 确实游流到轮回 纵使眷属漫堂 与生死之际 生是孤身来 死是独自去 无人相随 无人能待 像这些话 我们最好把它写出来 贴在很显著的地方 早晚都看看 提高我们的警觉 帮助我们放下了 为什么放不下 没有想破 真想破了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 放下就在眼前 不要等明天 不要等后天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得自在 真正放下了 真正放下了 清净心念佛 平等心念佛 那就是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感应不可思议 我们看到 念佛功夫成就 自在往生 确定是真 不是假的 这些人做榜样 给我们看 我们亲眼看见 清儿素吻 这些 都是佛菩萨 大慈大悲的实行 增长我们的信心 运行 那告诉我们 宇宙人生真相 不过